中国女足最疯狂一战,42分钟踢进阿根廷6球,阿根廷门将都绝望了。 2014年巴西国际女足邀请赛,中国女足第一战表现出色,和实力强大的美国队打成了1比1平。 第二战中国女足将迎战阿根廷女足,这场比赛中国女足上半场一球未尽,下半场女足及时换人,开始吹响进攻的号角。 王霜,唐佳丽,古亚莎在短短15分钟内分别攻破阿根廷的球门,而女足球员张瑞更是在比赛最后4分钟内连进三球上演最精彩的帽子戏法。 最终中国女足6比0横扫阿根廷女足。 王霜古亚莎率领的这只中国女足给球迷们贡献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进球盛宴。 今天杂将体育圈就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上半场中国女足中场占据优势,控球明显占优,也出现了几次射门机会,但是终无法攻破阿根廷的球门。 双方维持0比0比分进入下半场,下半场中国女足早早进入进攻状态第49分钟,刘珊珊左路携船进区,阿根廷球员投球解为失误,乌将足球顶到了王霜的头顶,只见王霜奋力跳起。 一记投球,率先攻破了阿根廷的球门,随后中国女足士气如虹。 第52分钟张瑞中路分球到左翼。 刘珊珊低传门前,中国队形成两点包抄,躺下离三比处右脚铲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比0。 第64分钟王霜秒传古亚莎,古亚莎前插小角度果断射门,中国女足3比0领先,短短15分钟,中国女足连进三球。 随后的20多分钟,两队都没有取得进球,直到第86分钟,吴海燕右路突破,船中被倒。 但皮球正好落在张瑞身前,张瑞在禁区右脚抽射得手。 此时0比4落后的阿根廷显然已经无心恋战,尤其是阿根廷门将都有些绝望了。 第88分钟古亚莎传中,张瑞前点包抄小角度轻轻一垫,皮球入网。 第90分钟张瑞接队友传球后,在大金区湖前,果断起右脚抽射完成帽子戏法。 比赛结束,中国女足6比0横扫了阿根廷女足,一场酣畅淋漓的进球盛宴,让球迷们大呼过瘾。 也有球迷感叹男足的不争气,表示这场比赛像是阿根廷男足踢我们的男足。 好在如今,中国男足已经筋飞细比了,男足在无垒的带领下,正在朝着世界杯进军。 而中国女足也在王双的带领下,顺利晋级了东京奥运会。 我们也期待女足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对于男足和女足,大家有什么想讨论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关注杂匠体育圈,了解更多体育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